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桥中学的温馨如 今天我要朗读的故事是 寻找 我们来开始吧 有时候会莫名感到很孤独 然后就会问自己 这世上会不会有一样东西 叫不孤独 于是我孤独上路 期待能找到不孤独 我没见过你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呢 在这陌生的地方 你是唯一理睬我的人 我想找一样东西 我想找不孤独 但不知道上哪儿寻找 我不知道什么是不孤独 但我知道山上什么都有 也许就在山里 我带你去找吧 我要上山吗 来呀 真的可以找到很多东西哦 这是山神庙 你把心愿呈先告诉山神 或许就能找到 我听到竹木鸟轻扣老树的声响 但怎么都看不见竹木鸟的身影 我找到了苗小 这是我最喜欢的大树 它一直都在这里像个老爷爷 我抱着它 它也抱着我 我找到了永恒 昨夜了在小溪边收起 蜻蜓在水面上点出一朵 又一朵的连衣 你看水在跳舞 我喜欢看水的圈圈 永远都看不腻 我找到了水的圆舞曲 天很蓝 我们躺在蒲公英百色的网园里 找到了自由 也找到了流浪 然后起风了 我找到了山的歌声 要下雨了 得赶紧下山 我们找到了和时间赛跑 雨落下来了 我们反而放慢步伐 漫步在烟雨中 一起找到了缓慢 雨把溪流变得更湍急 我们小心走着 牵着手 找到了信任 雨会停的 一定会停的 你说 我们听着雨点滴滴答答 从屋檐落下 找到了平静 真的 雨停了 屋檐散去 稻田变成了云的舞台 云的影子 缓缓流过 流成了时间的河 我们在时间的河里 找到了肩膀 天快黑了 我得回了 你说 你找到那样东西了吗 没有 对不起 没帮上忙 我走了 金黄色的彩霞 画过天际 渐渐转红 转紫 最后只剩下一片深深的蓝 你离去的影子很长 我找到了说不出来的忧伤 当晚 月亮失眠了 和月亮一起失眠的人 有几个 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个来找不孤独的 夜空的星星很亮 我们找到了温暖 我还是经常感到孤独的 但我学会了如何去面对 因为有你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